從記者陳雲文帶我們了解 好 來看到是現在美國聯準會 在台灣時間今天半夜的時候 是再度的宣布升息了 已經是今年的5度升息 而且是第三度升息3碼 所以就來看到是現在 美國的這個基準利率 是來到是3%到3.25% 而且今年已經一共是升息了12碼 可說是創下是1981年以來 最大密集的升息的幅度 目標就是希望可以來遏止 這個漲價的幅度壓抑通膨 希望整個通膨率可以回到 大約2%的這樣的數字 不過就來看到是現在也推估說 美國升息的循環 可能會一直到明年底為止 也就是說2024年之前 都不大可能會有降息的狀況 因為現在目標是要來到是 利率是要上看是4.6% 但是來看到是美國的一直在升息 但是這個降通膨似乎成效是還滿有限的 所以有專家是說希望政府可以透過市 控制這個商品的價格來徵收暴利稅 來對抗通膨 但是這樣做可能會加劇是供應短缺的問題 所以看到是現在這個波爾就說 當政策的收緊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是減緩減慢這個升息的步伐 現在目標是要積極完成他們的控制通膨的工作 所以換言之這個通膨一直的同時 會看整個經濟的發展趨勢 避免美國經濟就遭到衰退的風險 美國聯準會週三投下震撼彈宣布升息三碼 這是今年3月以來的第5次升息 聯準會今年已經足足升息12碼 創下1981年以來最猛的升息力道 同時大幅修訂經濟預估值 現在預期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只有0.2% 明年失業率則會從目前的3.7%升到4.4% 聯準會大動作放音就是希望通膨可以降溫 報尾談話相當堅定 不過他也是僅深息後 美國房地產市場可能會出現逆轉 儘管鮑爾點出房市將歷經修正 但升息政策不變 美元指數週三晉升20年新高 盤中甚至一度衝破111 美股四大指數尾盤則擊殺中廠全面收黑 其中道重重挫超過500點 標普500核納指也跌超過1.7% 廢半跌近1% 投資人預期到2024年前 聯準會持續升息的步調 恐怕不會放款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升息外界推測升息半碼機會高 那麼貸款1000萬的房貸足 不管是採20年還是30年還款 每年都要超過7000元的利息 再請教一文 好 來看到是現在美國升息之後 台灣的我們央行的聯準會 此刻是正在召開這個理監事會議 預估會在大約是下午4點半左右 召開記者會宣布 是否會再度的升息 不過目前看來整個預估是說 可能再升半碼的機率是滿高的 我們就看到是假設 這次真的再升半碼的話 其實以這個手購組的房貸的地板價 來換算會從這個利率是1.685% 會上升到標迫1.81% 所以假設你的手購組的房貸 是1000萬元的話 不管是還款20年還是30年 你的利息每年都會增加 是7000多塊錢 大約是每個月會多付 是600多塊的利息錢 不過我居然看到是 為什麼大家好像會滿希望升息呢 好 第一就是可以來救股市 或者是抗通膨 再來是台美利差不要擴大之下 讓這個外資的匯出壓力不會增加 以及就是大家希望可以藉由升息 讓房價可以下降 回歸基本面之後 不要再亂把這個房價給炒高了 美國宣布要升息三碼 也暗示將進一步採取貨幣緊縮政策 來對抗通膨 四大指數應聲下跌收黑 間接影響到台股在今天開盤 就下跌超過200點 台股開盤綠油油大盤指數下跌1.52% 盤中最低更來到14151.8點 交易量連日縮減震盪 其中電子全值股表現疲弱 護國神山台積電每股ADR下跌1.29% 台股開盤更跌破2% 盤中最低459元 紅海開盤小跌0.47% 最低106元 金融股國泰金富邦金也都綠一片 全值股包括台積電的一個走勢 相對弱勢的情況之下 短線上外資持股比重比較高的族群 可能相對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 生計股成為避風港 信輝開盤上漲1.3% 續付上漲1.55% 北極新藥業KY更因為肺肩皮癌新藥 三期試驗解盲成功 亮燈漲停 觀光類股則受惠邊境鬆綁風生 金華上漲5.85% 雄獅上漲7.56% 分析師就認為縱觀來看 美股台股皆已先跌 短線上有可能迎來一波反彈 即便是聯準會對於下一次的升息 仍然抱持一樣的看法 那台北股是不排除在這一次 也有可能複製上 第1月初那一次的一個反彈 那只是反彈的幅度 以及所謂反彈的強勢族群在哪裡 我們還要持續觀察 外界預估 央行這回很可能跟進升半碼 專家指出因為半碼在市場預期內 台股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不過加上這半碼 今年以來就升息兩碼了 一貸款1000萬元房貸來舉例 一年得多付超過2.8萬元利息 體育的新聞楊春玉姐台北報導 央行升息房貸組的利息又要增加了 但民眾的買房意願竟然是不減粉增 怎麼回事再交給雲雯 這是因為你升息之後 會導致房貸的成本會增加 可能對於這個房市的價格或抑制效果 但是對買房的人確實會有比較大的成本的負擔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目前我們國內央行 從3月是升息一碼之後 6月也升息半碼 現在預估9月可能會再升半碼 所以預估是今年一共會升息兩碼 所以現在你房貸族的利率來講 會超過2% 可能每一年的利息就會多增加了3.8萬元 但是這樣對於其實國內國人的買房意願 似乎是沒有降低的 我們就來看到 這是根據國泰金所公布的這個調查指出 現在這個賣房的意願指數是走弱的 因為此刻賣房可能價格不是太漂亮 不過買房的意願是連續5個月走低之後 首度的上揚 來看到是現在有超過七成熱論文說 現在是買房的時機點 只有14% 其實是不認同 所以可見大家可能覺得說 現在此刻雖然房貸貴一點點 但是可能價格比較漂亮 這是個買房的進場時間點 高齡退休觀察指標調查發現 退休新興指數 秋裕指數 以及生活滿意指數的三大觀察指數 竟然首度全部都及格 而這其中退休新興指數更是超過60分 專家指出看似樂觀的背後 其實藏有隱憂 六十九歲的周靖毅從外商銀行退休快12年 就怕退休後的人生荒廢 頂下家中附近的漫畫出租店 但明知是夕陽產業正在沒落 怎麼還會想經營 因為事實上 事實上你要找到一個 很挫僑能夠這麼安逸的工作 又在你家旁邊的 那是很少了 現在漫畫有很多人不好做 我們也是盡量符合自己店的特色的東西 我們做做就要做 原來倒不是對漫畫有多狂熱 而是他當初以為開租書店 只要整天坐在那前就會自動進來 直到一頭災禁才發現 自己對漫畫也很有熱忱 常為了保存台灣漫畫 在全台奔走守護著逐漸失去的文化 周敬毅在56歲時離開 待了15年的公司 能早早退休 是因為他對退休理財早有規劃 儘管漫畫店每個月最多收入2萬塊 但他每月的花費不到1萬元 生活過得去 也建議年輕人對退休要提前準備 勞保年金之外 那你自己的以前的股票所得 當然在之前的話 我們當然有買一些保險 在年輕的時候慢慢投保 到一個連線就儲蓄險 他會到時候一個籃場給你 也是因為一瓶河水進來 你的儲蓄 你的退休金裡面 然後保險的話有兩種 一個儲蓄險 一個是生命意外保障險 那種醫療險 那兩種當然都是要做的 周老闆他退休金準備充裕 可以安穩的過退休生活 但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實際退休後 才發現退休金根本不夠用 尤其在高通膨 低利率時代 還有勞保年金的改革下 未退足普遍認為會比上一代更晚退休 而且在退休準備上會更加吃力 只是退休金到底要準備多少才夠用 受險公司就以退休後 余命20年來計算 日常開銷約500萬 醫療費用280萬元左右 而若以國人平均長照需求7.3年來計算 也要準備約250萬元 算下來保守估計 至少要1000萬以上的財富勞本 依照主機處的調查 是年輕族群對未來退休準備的金額必須大幅的提升 那低利率代表的意涵是投資過程中 想要獲得高額的投資報酬率 那困難度也是提升 所以也就是說對年輕的勞工來講 他面對未來退休的時候 必須準備更高額的退休金 可是在投資累積的過程中 想獲得高額的報酬率卻是難度越來越高 受險公司與政大商選院做的高齡退休觀察指標發現 退休生活滿意指數 從去年的81分下滑到76分 退休充裕指數則與去年相同 至於退休信心指數首次超過60分勉強及格 勞工朋友對未來的退休好像是顯得更有信心 可是實際上勞保的財務壓力 健保的醫療費用 以及長照的醫療費用跟財務壓力 都逐年的提升 這讓勞工朋友在準備退休 做退休準備的時候難度也越來越高 比如說年輕小資族的時候 他可能強調退休時間還長 找尋一些可能是比較長期投資 一些比較積極的投資標的 即將退休的族群 他可能累積一些財富了 那他可能也沒時間去管太多一個投資標的 那他可以交給專家來做投資 未退足在退休準備上要更積極提前布局 不要輕忽風險 等到50歲後才開始規劃 恐怕就會發現為時已晚 TVBS新聞 陳建民 羅院宣 台北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